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は花は咲く いつかあふられる君に 花は花は花は咲く 私は何を残したの 花は花は花は咲く いつかあふられる君に 花は花は花は咲く 私は何を残したの 花は花は咲く 私は何を残したの 6月24日に開幕をいたしました 本展は早いもので会期の前半を終了いたしました 開幕直後の2週間は超絶技巧を駆使した美しい水玉白菜が大きな話題となり 今日まで既に22万人を超える多くの方々にご来館を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 北層から金、そして南層に呼ぶこれら6点の作品は 台北湖宮の所蔵品の中でも特に貴重な作品ばかりでございます 南海で今回展示をしております作品のほとんどが 工程コレクションとして宮中に秘蔵されていたものばかりでございます 多くの人々が一目見たいと絶望しながら渡せたかった名品の数々が 今我々の目の前にその姿を表している幸せを 一人でも多くの方々に共有していただきたく存じます 今日真的是很高興能在国立国庫国务院荣誉団長 馬總統夫人周美清女士的代理下 应邀出席了東京国立国务館神品至宝 举办的特别类鼓館観会 本人代表国立国庫国务院 特别感謝前国館長 朋友们 我们何其有幸 能够在東京大地震事隔了91年以后 在今天同时拜官 这两件历经劫难 却仍然安然存在的世界级人类文化遺産 台湾与日本同样同属于多災多地震的地区 两国人们都能够都有着坚强的生命力 总是能够顺利的克服重重的困难 很快速的康复起来 这段文物姻缘 见证了两国文人的同好 也见证了中华民国与日本间历久彌新的友谊 本人衷心的希望通过了神品至宝展 让两国的文化交流更为密切 并借由这次幻展 带动神品之宝展 新一波的参观高潮 黄丁坚评价苏氏之作的文章中出现了词语 黄丁坚评价苏氏的杰作 很好地继承了历代名人的传统 谢谢 赖领坚评价格 、赖领坚评价格 赖领坚评价格 內藤谷次郎這邊都有記載 內藤谷次郎這邊都有記載 這就是為什麼韓石鐵 通常在台北展出的時候 只會開到蘇東坡的是韓石鐵結束 因為我們沒有這麼大的長的展櫃 而這裡呢 東坡特別為他一直展到最後 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日本的文人的鐵盤 把文在這邊 所以這是覺得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我自己並沒有看過它全軸的展開 因為我們通常會展出蘇東坡的韓石鐵 主要是在講它前半段 這個前半段大家可以看得到 包括前隆皇帝的玉題在上面 他基本上是在英法聯軍之役的時候 流出了故 輾轉流傳到日本 然後在1923年遇到了東京大地震 之後他又在1948年左右 被我們當時做過的教育部長 外交部長的王世傑先生 買下來 然後讓他回到了台灣 然後回到台灣之後 在1987年吧 他又回歸到 由國立故宮博物院點餐 在91年後 他又重返東京 然後跟日本的文人界界面 所以我覺得這件作品 東坡一定要借 它有很大的含義 那也是象徵著 兩國的文人 他們所好是相同的 所以今天我們 的那些店 我們在12地區 那些店裡 一樣的 这間店裡 無垢 貼的 子 鱼肉 所以我要去炒炒炒 Prince 和他自己在新 我的天方 那種核心製成的立派 給你們一個立派的宝物 我感激著我的愛 在背景的作為文化 教師的,做得了一 떠� 這件事是很美的 因此,今後來 都請大家多多個帥 謝謝 謝謝 你希望過了大西 氣象,或是嗎? 本来六张国宝级的绘画 他在展出第一批的展出四十天以后 我们就安排了第二批的幻展 幻展里面这次最重要是 当然是包括了苏东坡的韩石田 还有我们经朝的五元职的赤壁赋 另外就是宋代的无居的七人绝聚 一共有六张 那我当然是希望利用这次的机会 能够再创造神秘的自保 再创另一个新潮 新的高潮 那那个东坡的前古馆长 之所以办这个内部观难会 他也是希望再创造第二波的宣传 所以我们配合这一次的内部观难会 特别再度利益 那无巧不成熟的 就是刚好夫人带到原生合唱团 也在这个时间点到东京访问 所以我们把这两件美好的文化交流的活动 就摆在一起了 其实这真是姻缘臭强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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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